有关鸿门宴,林郑说春节之前就会公布, 她为什麽要等到春节之前才公布呢? 我觉得她已经有一个处分的方案, 她之所以要等到春节前才公布, 就是要等北京的指示, 因为譬如徐英伟,你想设徐英伟的职, 那你需要北京同意的。 我觉得林郑对参加洪漫的官员是有两手对待, 即是对公务员队伍是比较远一点的, 因为公务员队伍一方面是他们的的鞋, 他是拒马房的人,就比较放远一点。 第二方面,公务员队伍你不容易开除它, 因为他有入职的时候,有公务员有保障, 除非他犯重大的错失或者犯罪, 否则你不能随便开除它,有这个限制。 所以我觉得公务员的官员有可能只是重新发落, 即是警告、处分、减薪之类, 这个有可能几乎没有什么可能要求他们设职, 设职查办几乎没有什么可能。 而徐英伟因为他不是来自公务员队伍, 他是由民建联推荐给林郑的, 来继承民政局这个位置。 本来所有的政策局以前都是由公务员队伍来任命的, 但是由于梁振英那一届这个职位就给了民建联, 给了曾玉成的弟弟叫曾德成, 是《大公报》的总编辑。 在传统上有了这个传统, 所以到林郑, 林郑只能够接受民建联的推荐, 就委任徐英伟。 所以徐英伟就不是他马防的人, 他出手重点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 徐英伟不止是一次, 只是第二次参加这类不适当的宴会, 同时徐英伟参加行政会议, 因为每一个责任局局长都参加行政会议, 徐英伟也知道林郑将要推出这个比较严格的隔离措施, 你是知道内情的人, 你自己又不是以身作则去做这个模范, 而是要应酬这些政界商界的人, 来出席这些会议就是其身不正。 所以是这种理由来说, 林郑和此分, 徐英伟比较重点, 又不知为奇。 但是他现在只剩下半年时间都不够, 判施,林郑如果要设职查办那麽严厉, 可能他必须得到北京批准的, 我不知道北京最后的指示会怎样, 可能一个就是优价,一个就是优价, 一个就是说他自己引咎辞职。 我想如果是北京支持, 我相信北京都会支持林郑的严肃处理鸿门燕这件事, 因为你真是很有外观瞻,我想北京都看不下去, 如果不是严肃去处理, 就很快就香港的官场可能还三个大陆官场, 大家互相勾结, 大家不同部门的官员, 大家威威威,互相包庇。 这种风气真是不止风不可掌, 所以我相信北京会支持林郑比较严肃处理这件事, 因此我相信徐英伟忍够辞职的机会是有的, 但是你忍够辞职之后, 你还要委任一个下一任的民政局长, 只要几个月时间就很不方便了, 可能只为找个副局长来处理, 代替那几个月,等下一届的特首再组织内阁, 我是这样的看法。 徐英伟不是一个很成熟、很有次位的政治家, 他在民建联里面也不是地位很高的, 他对这个问题,他亂展也不出奇的, 因为局长位置十几万一个月的, 他亂展也不出奇的, 但是民建联本身就没有逼他辞职, 这个最关键就是在这里, 民建联的议员、领导不认为这是一个大的错误, 其实就是他们不够结身自爱,不够严肃, 其实民建联应该一早逼徐英伟自动辞职, 但是民建联还替他求情,当然他不辞职, 我觉得这两个人除了徐英伟自己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政治家之外, 还是民建联本身这个党对这些问题的处理, 我觉得不够果断。 刚才讲过,他大家不同,出身不同, 徐英伟现在还是休假,其他官员复职, 因为你要处分其他官员,逼他们辞职或者开除, 那个程序就很麻烦, 而且他们又受到公务员制度的保障, 他们不容易开除他们的,不容易, 所以他们最多是警告之类,警告或者降职之类, 所以跟徐英伟就不同,所以徐英伟没办法说 跟其他类比,根本你跟他不是一类,不同类, 你是责任局,他们不是,他们是公务员。 他的餐厅那个洪伟文去定位的时候, 我们不知他合约是怎样的,他可能只是口头, 可能就没有合约。 所谓流水籍这件事香港是不流行的, 这是台湾流行的, 台湾流水籍吃完又走走,又清了籍又再有人来, 香港是不流行的。 我都觉得流水籍就是他餐厅本身替自己辩护, 替自己违规辩护,你只能容纳200人, 你有200多人出现,就是替自己辩护。 他又重新营业, 我们都是要用卫生署去管的, 他有没有做过充分的清洁。 他在餐厅本身是被动的, 你说你有百多二百人来, 这些人他又不知你是什麽官是什麽人, 所以我觉得餐厅本身的责任不是很大的, 他只要清洁做得彻底再开, 就不足为期了, 而且你现在餐饮因为热性就做到很大的困难, 你政府又没有钱補给他, 他本身又不是真正他自己犯法, 你来多少人他可能没有责任帮你去, 你点人头的,一个个个你点人头, 而且你有些又没有安心出行, 那些没有责任帮你等于不知道, 等于这个人没有进来, 所以餐厅的责任不是很大的, 如果是惩罚餐厅, 我觉得反而是不公道。 他现在公布的出席二百一十多人, 但公布的名单就没有那麽多, 有几十人,接近一百人左右的名单是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可能是没有那麽知名度, 或者有些就不便公布, 譬如是中联办的官员, 或者是外交部至港专员那裡的官员等等, 这些官员他就不便公布, 不便公布。 你知有坊间传说会否有些是参加特首选举那些黑马, 我就反而不认为要参加特首选举那些黑马, 要埋红伟文的码头,要去那裡败票, 我反而不认为是, 因为谁是黑马, 或者谁人想参选现在还是很不明朗, 他大家都仍在看北京的意愿, 就算他有心去参加特首, 但我觉得他以自己亲身, 即是有资格参加特首选举的人, 但现在亲身这么早参加红伟文的议会, 我觉得未免将红伟文提得太高了, 以为他应, 以为他应, 放在那里, 信是吗? 以为开选, 即是以为红伟文有左右选委会能力高估了, 我想他最多有心参选的人, 最多都是派他的助手, 马仔去的, 我相信就不会亲自去的, 应该未到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过了年先, 应该会出现, 要真真正正要拿到150个提名, 上次你们访问我们讲的林某某人, 那些是趁热闹的, 那些叫做闹场趁热闹的, 只是拿一个免费宣传的, 我想他应该不是黑马。